我们还真不是这小区的 那你们来干吗 工作 工作 鬼鬼祟祟的 这包里装的什么 又是那骗人的小广告吧 不是这小广告 这就是宣传单 宣传资料 你说得好听哦 就你们这些贴小广告的 把那传单塞得哪哪都是 你们之前把我们这小区 糟蹋到什么程度 合正我们刚致力好 你们又来了 是吗 走 这不话题你们走走走 阿姨您别激动 我们不是贴小广告的 你你甭跟我说那个啊 你赶紧跟我出去 阿姨您误会了 我们是来推广网站的 网站 什么网站 就是一个帮助大家租房子的网站 阿姨您家有房子要出租吗 你们这要干吗 阿姨您租房子是不是也通过中介 是啊 那那中介是不是得收您 中介费和服务费 可不嘛 那个是一个月的房租钱哪 是啊 我们这个网站呢 就是帮助房东跟房客 进行一个公平交易的平台 这样就是为了您省钱 你说咱老百姓过日子 这能省下钱不比什么都强 你看看 这个说得倒在理啊 你说那一个月房钱得好几千呢 你要碰上租一年的那个呢 他搬走了 一会儿另一家搬进来了 你还得交中介费 你说这七八年下来也得好几万呢 可不是吗 我想想我这都心疼 那要是不通过中介 那哪找那么合适的房客去啊 找着了 阿姨 您找着了 您看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北漂房客网 只要您回头把您家的房源信息 网上一登录 人家租房子自然会给您打电话 你们直接对接自己签合同 我们不收一分中介费 对 一分都不收 你看看了解一下 哦 还得签合同啊 嗯 那那合同我也弄不清楚啊 哎呀阿姨不麻烦哪 您在网上看到那个有饭本 您照着那一天一点都不难 对 那敢听好 哎 那我问你们哈 那怎么才能把我们家那房子 那个信息放到你们那网站上 所以说我们来干嘛来了 我们就是怕像您这样的大妈 看不懂网络不了解网络 所以我们才一个小区一个小区 挨家挨户的去科普 嗯 去传授这个这个知识 嗯 是吧 行了大妈您先看着啊 里面好多资料呢 然后我们先进去先先先 哎 那也不能进 哎 谁知道你们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哦 不交那中介费 我就不信 天下有那么掉馅饼的好事啊 您就相信我们吗 不你赶紧走啊 我们长得多周正我们长得 你们走吧走吧 小鱼 哎呦 这好不是小鱼嘛 哎呦 你也觉得实在 张阿姨 您穿着这样我还有点就不太适应 您搬这儿来了 搬这儿来了 你身体怎么样啊还弄好吗 好多了 这么好了 我还能跳舞了 是 是是 张阿姨啊 您认识这小伙子 哎呀 岂止是认识啊 这就是我常跟你们说起的救命恩人 哦 要不是我那房子拆迁哪 我可舍不得让他走啊 哎呦 哎呦喂 这不是大水冲了瘟尿了吗 啊 哎 哎阿姨 哎呦 你的事我们都听说了 哎呀 应该做的阿姨 应该做应该做 就冲你这人品啊 阿姨相信你 哎 谢谢阿姨 相信他 哎 小鱼啊 你们今天是来干什么来了 上这儿 我们就是过来推销我们的网站来了 对 什么网站呢 啊 他张阿姨 就是说啊 把咱们的房子的信息呢 放到他们那网站上 他们替咱们出租 就不经过那中间了 还不交中间费 那不是太好了 啊 我们那舞蹈队啊 有好几个老姐们 正好要往外租房子呢 不找中间了 就找你们了 妥了 你就相信我阿姨 走 我现在就带你见见他们去 那我能进小区了 当然能 是吧 谢谢阿姨啊 走吧 哎 快 啊 后面这个 你又 是不是你的女朋友 哎呀我哪有那夫婿 也不知道周妍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他呀 对一个人打交道的事情 一点都不擅长 你放心吧 杨子在呢 就是不知道王洛宇 发传单是什么样的 他跟大宇在一块儿 你就不用担心了 也是 找房屋中介了解一下 你说这个话 该不会吃醋了吧 我吃那门子醋啊 他们俩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就只是朋友 当然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王若鱼好像 和其他女生不太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比别人漂亮 比别人气质好呗 我是说 和她接触起来好像是 总是有一些抗拒 你一日子察觉到了 对 其实吧 又与她真的有点问题 今天多亏了张阿姨帮忙 给咱介绍那么多房东 真没想到你还是她的救命恩人 那是 这叫做好人有好报 现在知道我是那种人了吗 说你胖你还喘着了 谁叫你之前居心叵测怀疑我 今天累了吧 累倒是不累 就是说了一天话有点渴 在这儿等着啊 买瓶水一下 闪开 闪开 她有心脏病 她有心脏病 你胡说什么呢 是什么心脏病 我是说 她有那么一点心理障碍 这样啊 她之前是受过什么创伤吗 这我可不能告诉你 这都是我们瑞宇的隐私 我怎么能跟你说呢 那就是有了 瑞宇 你放心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复修过心理学 尤其是创伤治疗这一块 其实我在想 也许我们可以帮帮她呢 那我也不能跟你说 我答应过若宇 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你放心 我也只是出于朋友的角度 想要帮帮她 那行吧 其实吧 这件事 我也特别想要帮助若宇 若宇她 就是一直都有一个心结 什么心结 所以她拒绝恋爱 拒绝婚姻 也拒绝和一切异性 发生超越友谊的情感 这是为什么 这就说来话长了 反正啊 都是因为那个老男人 能不能别纏着我 我不想见到你 什么呀 闪开 干吗呢 干吗呢 远点 远点 听见没有 林芳 有我呢 小天 怎么哪儿哪儿都有你啊 走走走 这儿没你的事 赶紧走 我警告你们啊 别跟她远点 不让我对你们不客气 臭小子 我再给你说一遍啊 这是我和她之间的事 跟你没关系 拿着砖头很厉害是吧 我们这有仨人 砖头再硬 咋几个脑袋啊 我管你几个脑袋 谁第一个上我 直接让她躺下 小雨 报警 报警 小雨 赶紧报 我都要看看 警察来了 管不管我的家务事 我还女的家务事 你别再认了 你还不想吃天鹅肉呢 你 嘴巴还不干不净的了 你们俩 给我上 这些事 还有谁知道 除了我 也就只有你了 鲁鱼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过 其实那个人 你也见过的 你还记得 你们刚开始工作那会儿 你第一次送鲁鱼回家吗 他是谁啊 有个问路的 走吧 是 是他呀 嗯 那他们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放着 臭小子 现在知道谁厉害了吧 谁厉害 你不就仗着人多吗你 如果是粘跳 起来 都给我起来 这事跟他没关系 有什么话咱俩单说 好 单说 他说什么呀 小语 你疯了吗你 你这么年轻 你能不能不要自暴自弃 你要是有困难的话 你跟我说我帮你 你看看他这样 他的叔叔都当你爸了 什么叫快能当他爸了 我就是他爸爸 你是 你是说 王若宇的妈妈 是因为他爸爸才去世的 可以这么说吧 若宇那个时候也就只有五岁 听说 刚结婚那会儿 他爸对他妈可好了 周围人可羡慕他妈妈了 可是好景不长 结婚以后没多久啊 他爸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每天晚上 他爸都喝得鸣鼎大醉才回来 而且还耍酒疯 每天回去拉扫着脸干什么 我真的不都想给你有什么功能啊 拉扫着脸 天天拉扫着个脸 快 他妈妈本来身子骨就弱 每天要上班 还要照顾若宇 还要照顾他爸 时间一长 身体自然就吃不消了 好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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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怎么了 她 你妈怎么了 后来 发现她妈妈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医生赶到的时候 人就已经不行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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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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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妈妈去世以后 她爸 就把若宇寄养在亲戚家 然后一个人 到外地去做生意 这一走啊 就是十多年 期间对若宇也是不管不顾的 若宇自那以后 再没管过她叫爸爸 好危险的 好危险的 若宇乖 若宇不顾好吗 爸爸会回来的 嗯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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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再后来呢 他爸功成名就 又回来找他了 但是若宇 始终都不肯原谅他爸 小时候的事情 对他伤害太大了 他就一直都觉得 男人结婚前结婚后 甚至追到手和没追到手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 他才会担心 嫁给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于是不再相信爱情和婚姻 只和男生保持普通朋友的关系 其实 我都已经劝过他好多回了 但是他始终坚信 只要他再前进一步 就一定会受到伤害 他那层看慈禁忆的外壳 都是因为小时候机缘篱下 为了保护自己 硬伪装出来的 这样啊 最近跟这小子走得挺近啊 我都看见他好几回了 人不错 就是笨点啊 笨点也好 笨点知道一心一意的团人 就刚才的架势 真的是打算为你拼命啊 就没打算更进一步吗 如果你今天来是找我说这个的 对不起啊 让您失望了 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 我这辈子都不会结婚打恋爱的 我知道你恨我 不愿意认我 我都没意见 不过也没有必要 因为我去耽误自己的青春是不是 我对不起你的妈妈 更对不起你 不过爸爸以前 努力地工作拼命地挣钱 也不是为了自己 都是为了你 还有我们这个家啊 没有妈妈 没有爸爸 哪儿来的家呀 妈妈 爸爸就剩你这么一个女儿了 可不得你爸爸一个机会 帮我给你做些补偿 我妈躺在地上的时候 你给个爸机会吗 你把我讲在别人家的时候 你给给我机会吗 你凭什么要求我 再来给你一个机会 都是爸爸不好 老远 老远 这些钱你拿着 不过话了跟爸爸说 就当是这些年 爸爸给你的补偿 你还是没变 小远 对不起啊 我之前还以为你被人家 我警告你 如果你要敢把今天的事说出去 我就 揍死我 使劲揍我 怎么跟你爸在车里聊什么呢 不该问能不能别问 好嘞 刚才谢谢你啊 这有什么好谢的呀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不过 不过 我感觉你肯定跟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开心的事 算了 你不爱说就不说吧 那个 不过将来你有需要找清清怎么的话 你就找我 我是那个最好的选择 你就找我就行 我挺厉害的我跟你说过 哎 廖回来啦 回来啦 回来啦 带云 你怎么算让你脏兮兮的 你俩干嘛去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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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摔了一下 对 那边修路他就摔了一点 对 哎 今天成绩怎么样了 这不是有老大在吗 你们还不放心 不仅原地的任务全部完成 还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呢 帮帮的 哎 你们呢 计划翻翻 怎么做到的 还不是有这个火宝在 你可以啊 你们呀 大爷 给我承受承受经验 告诉我怎么做的 还记得那个灭绝师太呢 边走我边给你聊 没事 快点上 哦 不知道家里有什么房子的话 你可以随时挂在上面 比这中间剩钱多了 小伙子电台 中间是免中间费的 有事随时打着你们的电话 凭什么你们都是什么电脑大神 小帅哥写字楼之花 到我这儿就得大妈之友 凭什么呀 披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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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了 别了 别了我看点了 看了点了 看了点了 这谁让你搞定大妈最多呢 对不对 可你现在是大妈心中的粮食医 多少大妈见你高兴难不得了 好多大爷都记得了 我揭发啊 杨新伟利用职务之变 让大爷给他介绍对象 没没没没 行了行了 说个正事吧 这一个月的结果怎么样 卓妍上数据 这个月咱们的注册量呢 比上个月增加了百分之九百七十九 相当于翻了近十倍 其中房东增加了二百七十三人 新增房源信息二百八十五条 房客一千二百零一人 大征协议一百三十三份 总的来说呢 发展市场良好 网站运营基本平稳 目前上一阶段有效投诉 大家都听到了 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网站出现成果 但是还会面临一些问题 好的 你再说吧 好 我们面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房源太少 房源太少呢 就会导致租客也少 租客一少房源又会少 这样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其次呢就是用户的使用习惯 还没有培养成 大多数用户上去就是为了租房 用完就走 所以没形成很强的粘性 从它的数据中就可以看出 总体来说呢 我们的主要问题就是 用户量太少 并且没有有效的互动 而且据我分析啊 这种情况可能还会 再持续一段时间 那这样看来 咱们的速度还是不够快啊 如果接着这样下去 咱们的用户流失量 很快就会高于 新用户注册量 但是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对不对 主演 嗯 不能再这样急急下去了 咱们得想个办法 我们得好好想一想 这边我看看 喂 妈 你看这边啊 男性用户量和女性用户量 哎 你看这个距离 你真是女性大妈的 喂 妈 臭小子 一个星期都不给家里来个电话 现在翅膀硬了 就可以不理爸爸了 妈 我这不最近忙着呢吗 少找借口 我就不信 连个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说吧 那时候到底怎么办 什么事啊 当然是让你去相亲的事啊 别人家的孩子 别人家的孩子 一听说父母帮着介绍对象 恨不得立马就跑过去见一面 你可倒好 随随便便就把我们打发了 这别人家的孩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从老到大我就烦别人家的孩子 怎么哪儿都有他的事啊 再说了 人家不都说 孩子是自己家的好 媳妇是别人家的好 你还有脸提媳妇 当初太真是怎么对你的 你可倒好 现在人家爸爸 已经成了副市长了 咱们怎么去跟人家攀交情啊 早就跟你说了 让你跟这些好孩子多接触 可你就是不听 我就问你 那相亲 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我不去 你 我真是跟你没法说了 老猴子 过来 你跟他说 不是 这跟我没关系啊 你是他爸 别废话 过来 喂 儿子 爸 你说我妈这是干嘛呀 你妈 你妈说得对啊 我不是让你跟你说这些 放狠话活活活 往死里放 余鹏月 你可听好了 这个女孩子 是你的妈妈 千辛万苦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托人介绍她 而且 她姑姑的外甥 还是市工商局的副局长 你要是不去 那就 那 那就别进这个家门了 啊 进一次 打断你的腿 啊 回来一次 打你一次 打到你听话为止 说话说话 你妈说了 她说话说话 听懂了吧 听懂我挂了 这就挂了 这都说完了 我觉得 这已经够狠了吧 这都会儿 呆了 突然 小心 吁帆水 丹 鬼鬼碎碎盯了你半天了 这小西裤小皮鞋 小手变态的 你干什么去啊 还喷香水 干嘛去啊 相亲去啊 真相亲去啊 闭嘴 给我以外国钱 我倒没跟见你 周延 大哥快点下来 大鱼相亲去 快点 快点过来看看 好 快点过来看看 放开我 相亲去 相亲 大鱼 什么样的姑娘 真的 相亲啊 她要相亲去 大鱼 是真的 大鱼 给大家说说啊 什么样的姑娘 什么什么样的姑娘 我这还没见着呢 想着你还挺不乐意似的 你要不愿意去我帮你去 我帮你鉴定一鉴定 但是这个吃喝玩乐的钱 你得给我报销了 回来我肯定给你出一个三千字的报告 无论从 外貌 性格 谈吐 气质 是否有狐臭 脚臭 遗传病 我统统给你调查一点儿调 然后满意的你在心里看怎么样 闲着你 这么八卦 有着工夫好好琢磨一下咱们项目 真是 大鱼 加油 加油啊 老过一点啊 咱开个柱 都先从你开始 压那边 一包辣条 大鱼肯定可以 几下 我 我跟这一包 大哥呢 十包 压那边 当然是大鱼邪美而归啊 小语 你呢 小语 我知道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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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发现什么 咱们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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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收到 你好 请问 是钟先生 liz 小姐 于鹏月 是吧 是 leş引起 nope 请坐 不好意思啊 秋董 没关系 你好 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来 女士优先 那我要一杯白开水就行 不用客气 我买单 那我要一个现磨的蓝参咖啡 一个四季果盘 一个干果拼盘 一个黑森林蛋糕 再加一个华夫饼 对 要巧克力味的 不好意思啊 有 有点失态了 没事 那先生要点什么 我这个人口味比较清淡 给我来一杯白开水 谢谢 好的 请稍等 今天天气不错啊 今天天气还行吧 就是雾霾有点严重 特别伤皮肤 没有 我觉得你皮肤挺好的 是吗 你也看出来了 那你看看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那是因为我用了一种产品 叫雷萨克斯的美容产品 它是专门针对这种雾霾天气 可以抵御外在的污染 对皮肤的侵害 尤其是东亚地区 这个物质里 含有一种叫吹牛贝利体的矿物质 特别适合亚洲人的肤质啊 这吹牛皮 什么吹牛皮啊 是吹牛贝利体 这个是一种由美国犹太科学家 斯伯瑞娜博士 研发出来的一种抗氧化物质 它可以针对皮肤有个自我修复的功能 同时还能改善肤质 然后让女人时刻保持新春美丽 听起来不错啊 这个产品 那个 这个 那个什么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不用 人家都跟我说过了 于彭月嘛 人如其名 出身草根 背景平凡 北漂一租没房没车 做一点小生意没什么存款 像你这样的男人 确实不适合找到好的女人 我哪样的男生 庄小姐 我好像看起来没那么差嘛 那是你自己认为 我跟你讲 现在的女生都特别现实 她们一见面上来就会问 你的房子多大面积啊 车是不是BBA啊 BBA 这你都不知道 奔驰宝马奥迪啊 如果遇到那种委婉点的啊 就会问 你们家车库多少钱啊 停车费多少钱一个月啊 这不够了 是 你看 一下就暴露了 没房没车的人 怎么可能去关注 停车库和停车费的事情 今天 你就是遇到我了 换做是其他女生的话 早就找这口说自己有事情 开溜了 好的 谢谢你啊 咱们一下 你好 你们的菜上齐了 好 谢谢啊 谢谢 请慢用 吃 别客气 别客气 好吃好吃 你也吃点 你来 我尝一口呢 妈 你这个大鱼怎么还不来啊 我们等他这么久了 别着急啊 这陌生男女第一次见面 要瞧对眼了 她姐得聊一阵了 那这么说的话 待遇这次可能会成哦 不知道 游如问问问 你 就 不关心你未来 男朋友的经济条件 你不是不关心 是我有信心 能够帮她扭转快 你知道吗 每一个遇到我的人 她的人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贫穷的变得富贵 自卑的变得自信 含蓄的变得张扬 郁郁的变得开朗 你们这搞传教的时候 搞投资 我先声明啊 我这个人可从不如什么邪教 什么邪教呀 这是一个人生 非常为之努力奋斗的事业 你听说过美国立安吗 我们就是要打造中国的立安 把我们的产品 雷萨克斯 推向全世界 真好 不过咱俩是不是 来相亲呢 对 你是来相亲的 不过你想想 你一个一无所有的青年 你靠那点收入 能获得你盛青睐吗 能配得上我吗 不过不要紧 我会给每一个我所欣赏的人 一个机会 一个翻天覆地 推翻救我 绝处重生的机会 机会我已经给你了啊 能不能把握 就看你的悟性呢 抽烟吗 不抽 喝酒吗 偶尔啊 打牌吗 带自己的那种 不得 那你家有电脑吗 有 这就得了 你与其花钱买电脑 把时间浪费在上网上 你不如把这笔钱拿出来 做一份事业 给自己一个新生的机会 只要两千九百九十九 就可以买套 我们雷萨克斯的 这个产品的套盒 然后 就可以加入我们大家庭 共同创造我们自己的事业 今天 我把产品都给你带来了 这都几点了 别等他了 咱们先吃吧 再等会吧 都等这么长 一家里也不差人一样 对 再等会儿 这个 是七百二十度 保湿深层磨砂解灭乳 这款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 富含吹牛胚立体这几款 你有没有听我在说啊 你有没有在听啊 有听有听 有听有听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这个套盒 原价三千九百九十九 今天 两千九百九十九 看在介绍人的份上 你就拿走 你说 你的人生遇到我 是不是一次重大的转折 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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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小姐 你说我买这么一套的话 他们给你多少钱提什么 什么提成了 多难提了 那叫事业推广费 我看咱俩也挺有缘分的啊 我就给你多念叨几句 每卖出一个套盒 你就发展了一个客户 你每发展三个客户 你的级别就会向上升一级 你的客户 如果再向下发展三个客户 你的级别又会向上升一级 然后每一个级别 他拿的事业推广费都不一样 最低呢是百分之六 最高百分之十八呢 这么多呀 那看您这架势怎么着背得 是个皇冠经理 懂行啊 不过我现在就是翡翠经理 不过没有关系 只要你的加入 我就有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 成为钻石经理中的一员 怎么样 现金还是刷卡 支付宝也可以的 然后我这不太支持 行了行了行了 方小姐 如果咱们俩是来相亲的 就别提什么 雷萨克斯 吹牛贝勒特之类的 如果你是拉人头搞下线的 那我奉劝你咱俩还是别聊了 我还有事呢跟我哥们吃饭啊 咱们俩赶紧再说 是我没发现啊 我本来觉得你这人还不错 挺符合我的演员的啊 这深入一了解 才发现你竟然是这样的一种人 思想固化迂腐 不肯接受新鲜事物 也没有理财技巧和商业头脑 更没有做出一番大事业的壮志雄心 你这样的人 就不配拥有我这样的女朋友 注定做一辈子的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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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庄小姐的虚心指教 我一定痛改前非 努力研究您这种 全世界最前沿的商业模式 还有超前科技 好好学习 你们的吹牛技术 绝对不给祖国人民拖后拖 为了表达我能够接受你这种 全新的事物 商业模式和理财技巧 我决定呢 用这种国际上最流行的结账方式 A制 谁点的 谁没的 我 告辞 不是 你说你请客的呀 你 你这么多 多贵呀 来 我给你们讲个段子 要说这相亲啊 还真不一定是两个陌生男女 就拿我来说吧 我第一次相亲是我爸带着我去的 当时那场面那叫一个尴尬 你们猜我这相亲对象是谁 谁啊 谁啊 是我小学的一个女同学 杨子 小学你就早恋 你就忒早了吧你 我搞熟不行啊 当时那场面那叫一个尴尬啊 这女孩带着他爸去的 我这一眼就认出他爸来了 当时呀 我也不好意思说话呀 他爸跟我说话我就说话 他给我加菜我就吃 他冲我笑我就嘿嘿嘿的笑 他爸当时就觉得 嗯 这小伙子不错 稳重啊 不爱说话 我当时心想了 叔啊 不是当初你拿着调的鸽子追的 我满操长跑的鸽子了 还信誓旦旦的说啊 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灭绝了 我也不会让我女儿跟你谈恋爱的 现在怎么着 乖乖的把女儿给我送回来了 乖乖的把谁送回来了 呦 大鱼 你可回来了啊 快收拾怎么样了 快给我收拾啊 长得漂亮了 大姐快收拾 快收拾 快收拾 哪我们都高分没女儿 哎 你们照着镜看看 你这八卦是样子啊 让你们失望了 崩了 怎么 怎么会谈崩了呢 我跟你说啊 那女的就是一个 被传销洗脑的偏执女青年 非逼着我买什么 价值两千九百九十九的 叫什么蕴含了 吹牛皮雷特的 什么元素的护肤套餐 哎 你知道那东西吗 是不是那个 萨布瑞拉博士研究那个 吹牛皮雷特的精华 哎 这那东西 你怎么知道啊 杨子 你认识那姑娘 我怎么能认识这样的姑娘呢 是我大姨 她当时被别人忽悠 买过那么一套 还送了好多什么 红皮绿皮小紫皮的 天天就说我要创业了 我要上市了 以后我要纳斯达克了 就跟神经病似的 哎 那女的跟她一模一样 一副不把我拉下水 恃不罢休的样子 那后来呢 哪还有后来 我这不就坐在这儿了吗 我再坐在那儿 非被那女的吃破产了不行 真没劲你 丁采 总是 你觉得有劲 有劲 愿赌服输啊 回去把该叫都给我叫出来 不过话说回来 我这一路上在想啊 这女的说的话不无道理 还真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 你不是吧 大宇 你不会真的被那个女的给洗脑了 想把我们几个都发展成你的下线吧 我是那种能轻易被别人洗脑的人吗 我 我只是受她的启发 突然间想到一个 宣传咱们公司的好方法 什么 对啊 先点菜 然后再说 火焰 通常来讲 所有的传销模式 不过只是庞氏骗局的变点 靠拉人头来转走 拉的人头越多 理论上挣的钱也就越多 但是人头数量终究无限 资金链早晚会有一天撑不住而断链 而上面的人 则会拿钱跑掉 下面的人 则会全看结束 比如某臭名昭著的阳光工程 如果按照他们的算法 第21个月 全球70亿人 将会成为千万佛 可能吗 再拉人的话 只能是外向人 这我们都知道 所以你从这个中 得到什么启发了吧 我打算做一个逆向推广 什么逆向 反其道而行 这么说吧 咱们组织一个活动 每拉一个人注册北漂房客宝 那么这个拉人者 就会成为新注册用户的上限 我准备抽取20个信用户 比如第一万 二万 三万 第二十万个有效注册用户 每个人将会获得五千元的奖金 而这个人的上限 则会获得两千五百元的奖金 上限的上限则会获得一千二百五十元的奖金 以此类推 越早注册 拉得人同数量越多 那么中奖率 越多 那得花多少钱 根据数学公式计算 总奖金额应该无限去近于20万 如果真能得到20万的新注册用户的话 那这20万的推广可太值了 嗯 行啊大鱼 参加个相亲 你都能想出方案了 这要是让你参加的非洲勿扰 你不停把现场变成赢在中国呀 你们觉得行吗 我举双手在这 挺不错的 既然大家都觉得没问题的话 那咱们赶紧行动起来 趁热打铁 来他个遍地开花 好